大约100名来自本地和海外的学生将接受为期五天的培训活动 成为环境保护者 学生们将通过写作和汇报方式分享学到的知识和体验 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科技捐赠计划联办的培训活动 让参与学生有机会向多名顶尖科学家学习有关环境污染的知识 以及参观本地自然保护区 进一步了解环境保护议题 环境籍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府部长许莲炫博士 出席推荐仪式时表示 本地正积极采取行动 在面对环境变化时保持弹性